我真的沒有聽分 愛你解釋他 我會學著放棄你 是因為我在愛你 即將成為爸爸的周杰倫 今日為無窮世代募款計畫出席站台 並且以輕生經歷 勉勵貧困的孩子 希望他們勇敢追夢 這些小朋友他們樂觀態度 其實是讓我們沒有驚訝 我覺得每個人其實在做每一件事情 一方面是對自己有信心 也是他也要對其他人有信心 對自己的家人有信心 永遠不能放棄的這種念頭 來自南投的原住民小孩翔翔 與姐妹三人從小在爸爸的教導下 學會樂器 但爸爸卻因為十年前的意外 導致下半身癱瘓 為了音樂追尋夢想的故事 讓周杰倫特別感動 這個吉他可能沒有他原來的好 但重點是因為他剛剛其實他們都有精心設計 他剛剛唱的歌還加上一些他們原住民的歌曲 然後那個到了副歌的地方還有聲Key 然後他說對對對有聲Key這樣 這種我們只有我們英語人比較懂 對啦 其他人就 所以我說繼續加油一下 前天才剛公開結婚滿一週年的周杰倫 面對即將出生的小生命 馬上要升格當爸爸的他 心情似乎有點緊張 其實我還沒有準備好 對 我還沒有準備好 因為可能要等到 對呀 抱到小孩 才會特別有一個爸爸的感覺 但因為你們現在都在說爸爸爸爸爸爸這樣 我現在還年輕啦 台灣警報記者張正宏林尚玉台北報導 對要等於職員 本人是有五天的觀光 有一個大慘心 整個大慘心 要慢 要